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王小鸭 让你在九点钟之前到了家 你看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睡觉 真 真生气了 我困了 你要生气吗 我不生气 我自由 我坚强 你看 你看 现在满屋子啊 都充满了这种怨妇的味道 咱俩刚结婚 不能这样啊 那你明天接人回家 十一点 十点半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招人了吗 是 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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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了 但是案子不是也上来了吗 另外我还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干嘛呀 就是从明天开始吧 我可能得早走 就是你得一个人走去车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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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娘 小女个头 睡觉 不要生气吗 我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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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凡 李奶奶 让我问你个事 您说 就是她这女儿跟女婿现在正闹离婚呢 但分居这么长时间了 这也是意料当中的事 就是女方想问吧 她什么都不要 就要个孩子 这事好不好办 她有工作吗 有工作 还有一间房子 那只要她有独立抚养孩子的能力 基本上这种案子都会判给女方 这我就放心了 你现在也打这离婚官司啊 我 其实 我一直都不太愿意接这种案子 本来还是想让你把这案子接下来呢 因为李奶奶跟咱们是好多年的交情了 没事 没事 没事你不用为难 不接没关系 妈理解 我不是那小气人 这罪性什么情况 情绪怎么不高呢 每天回来啊 晚上回来都十二点钟以后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以前准走 回来的时候我都已经睡着了 走的时候我又没醒 我真没觉得这和我结婚之前有什么区别啊 你个儿在那儿鼓水呢 爸 你还别看你平时一副女强人的姿态 其实骨子里就一小女人 你也用不着把我说这么卑卑切切 反正她忙我也忙呗 是她忙你也忙 关键是 对了那个河马黄一上班就找你呢 干嘛呀 你找我啊河马黄老大 你叫我什么 黄老大 我特别想把这个案子破了 河马黄这外号谁起的啊 不是我 坐吧 自打架过去就没吃饱饭吧 干嘛呀今天这么小气 那上次那饼干呢 那饼干好吃 都让你吃完了 买啊 明天就给你买 那好吃 好嘞 鉴于你成功的嫁人 改善了咱们民伤部圣女的气息 让我在其他的部门 稍微的能抬起那么一点点的头 我决定奖励你 金剑 离婚案 那你还是找别人吧 我没说完呢 这个委托人啊叫何峰 是咱们头的发小 老臭男人 怎么说话呢 我是臭男人吗 这个何峰啊 跟咱们头的关系 是相当的铁了 你想想啊 你把这个案子要是做好了 以后在咱们所 你可就是出人头地了 再有大案子 经济案 那还用我给你介绍 戴帽下来的 到那时候 你在咱们所 那就不得了了 前途无量啊 好好想想吧 好好想想吧 好想想啊 好想想啊